一名身穿黑衣 戴眼鏡 理著平頭的男子 他就是強肺 強了金氏就落跑 但短短兩小時內就落網 警方就在一所大學的附近 將他逮捕 有路過了一個民眾 我們全力用的 就在後面用車子來 做一個違水 一方面也通 108萬跟我們做一個通知 重回男子犯案的營樓 店門前拉起封鎖線 警方在現場採證 營樓展示用的玻璃櫥窗 破了一個直徑40公分的大洞 遭切店家害怕的說 一名身穿雨衣的男子 當時手拿狼頭和刀蟹 敲破玻璃展示櫃 偷走價值2萬9 重達5千的金氏禮盒 門沒有開 然後直接就去旁邊 一直敲打那下面的玻璃 所以一開始你有制止對不對 有 有 所以他還是 他還是繼續 因為他拿刀 我沒辦法抱近 金氏得手後 嫌犯還大搖大擺 駕著一輛黑色轎車逃逸 在逃跑途中 還撞上一名機車騎士 無辜被撞的65歲婦人 被緊急送衣 索性只有輕微擦傷 只有大礙 到那個十字路口的時候 就撞到一個 因為他婦人最後車也有 嫌犯豪大的膽子 光天化日之下 當著迎樓老闆的面 破壞展示櫃偷走金氏 開車撞到人還繼續逃逸 但逃得了一時 最後還是被警方逮捕歸案 介程廣銳 南投報導 好好的 中文字幕——YK